雅各书第四章 你们中间的征战斗殴是从哪里来的呢? 不是从你们白体中战斗之私欲来的吗? 你们贪恋还是得不着? 你们杀害嫉妒有斗殴征战也不能得? 你们得不着是因为你们不求 你们求也得不着 是因为你们妄求 要浪费在你们的业乐中 你们这些淫乱的人 岂不知与世俗为友 就是与神为敌吗? 所以凡想要与世俗为友的 就是与神为敌了 你们想经上所说 是突然的吗? 神所赐 住在我们里面的灵 是恋爱至于嫉妒吗? 但祂赐更多的恩典 所以经上说 神阻挡骄傲的人 慈悲给谦卑的人 故此 你们要顺服神 勿要抵挡魔鬼 魔鬼就必离开你们逃跑了 你们亲近神 神就必亲近你们 有罪的人 要洁净你们的手 心怀二意的人 要清洁你们的心 你们要愁苦 悲哀 哭泣 将喜笑变作悲哀 欢乐变作愁闷 勿要在主面前自卑 主就必叫你们升高 弟兄们 你们不可彼此批评 人若批评弟兄 论断弟兄 就是批评律法 论断律法 你若论断律法 就不是遵行律法 乃是判断人的 设立律法 和判断人的 只有一位 就是那能救人 也能灭人的 你是谁 竟敢论断别人呢 唉 你们有话说 今天 明天 我们要往某城里去 在那里住一年 做买卖得利 其实 明天如何 你们还不知道 你们的生命 是什么呢 你们原来是一片云雾 出现少时 就不见了 你们只当说 主若愿意 我们就可以活着 也可以做这事 或做那事 现今 你们尽以张狂夸口 凡这样夸口 不是恶的 人若知道行善 却不去行 这就是他的罪了 雅各书第五章 哎 你们这些 父族人啊 应当哭泣 嚎啕 因为 将有苦难 临到你们身上 你们的财物 坏了 衣服 也被虫子咬了 你们的金银 都长了袖 那袖要证明 你们的不是 又要吃你们的肉 如同火烧 你们在这末世 只知积攒钱财 工人给你们收割庄稼 你们亏欠 他们的工钱 这工钱 有声音呼叫 并且 那收割之人的冤声 已经入了 万君之主的耳了 你们在世上 享美福 好艳乐 当宰杀的日子 竟交养你们的心 你们定了一人的罪 把他杀害 他也不抵挡你们 弟兄们啊 你们要忍耐 直到主来 看啊 农夫忍耐 等候地理宝贵的出产 直到得了秋雨 春雨 你们也帮忍耐 兼顾你们的心 因为主来的日子 尽了 弟兄们 你们不要彼此埋怨 免得受审判 看啊 审判的主 站在门前了 弟兄们 你们要把 那先前 奉主名 说话的众先知 当作能受苦 能忍耐的榜样 那先前忍耐的人 我们称他们 是有福的 你们听见过 约伯的忍耐 也知道 主给他的结局 明显 主是满心怜悯 大有慈悲 我的弟兄们 最要紧的 是不可启示 不可指着天 启示 也不可指着地 启示 无论何事 都不可启 你们说话 是 就说是 不是 就说不是 免得你们落在 审判之下 你们中间 有受苦的呢 他就该祷告 有喜乐的呢 他就该歌颂 你们中间 有病了的呢 他就该请 教会的长老来 他们 可以奉主的名 用油抹他 为他祷告 出于信心的祈祷 要救那病人 主 必叫他起来 他若犯了罪 也必蒙赦免 所以 你们要彼此认罪 互相代求 使你们 可以得医治 一人 祈祷所发的力量 是大有功效的 伊利亚 与我们 是一样性情的人 他恳切祷告 求不要下雨 雨就三年 零六个月 不下在地上 他又祷告 天就降下雨来 地也生出土产 我的弟兄们 你们中间 若有 失迷真道的 有人 使他回转 这人 该知道 叫一个 罪人 从 迷路上 转回 便是 救一个 灵魂 不死 并且 遮盖 许多的 罪 不死 我 不死